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罗宾 今天的这期视频 我是准备明天拍vlog 跟顺带的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 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比较严重的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手上的Joby脚架 这款脚架其实挺有名的 大名鼎鼎的 不管是YouTuber 还有包括一些UP组 他们大牌的 不管是大牌小牌 好像大家都会使用这款Joby脚架 我在今天使用途中突然发现 它的脚还立不住了 这个脚架我买的时候 就知道它有这样一个毛病 但是没想到 它会这么快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这个脚架是18年的12月3号买的 所以我拍了一个分享视频 今天是5月3号 整整过去了5个月 5个月就发现了 脚架的这边有一个固定它的环 这应该是固定它的一个环 这个环就发生了炸裂 发生了炸裂的现象就会出现脚架不稳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一个手指 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感觉就像甲子一样的 这个样子的 其他的都还好 但是就这一个 但是如果是四脚脚架 有一个脚 这个样子了 我还有三个脚 我可以起到一个三脚固定 对吧 你本来就是三个脚 如果你这个脚也废掉了 那我就是两个脚 那我这两脚怎么固定呢 我买的是一个3K的吧 它可以承重三公斤 如果这样出现一个炸裂的现象 证明它就不是特别的稳 在驾驶的时候 这个过重的一个相机 可能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倾斜 你看 就 对不对 可能你的相机就会损坏 我觉得脚架不应该是一种一号键 不应该是一号键 而且这个一号键也太容易了 五个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质量问题 这典型的就是一个有质量问题的产品 虽然用了五个月 但是我使用它的频率是特别特别的低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通过我的频道也看得到 我好像也就旅游的十来天使用的频繁一些 然后之后基本上我的视频都是在家里面拍的 很少有这种拍vlog呀 拿到外面去 经常这样使用呀 或者是这样去拍它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脚架买回来以后 机换就是放着了 而且这个也没有保修 也不能进行一个更换 这个断裂的环 它也不能更换 对吧 这个脚架好像也不知道到哪去寻找一个自保 所以说到最后你可能用了五个月或者半年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只剩下这个云台可以留下来用 就像花了六百块钱 我这个是六百多块钱吧 只剩下云台了 你觉得花的难吗 你觉得值吗 如果大家想需要购买这样一个产品 Jobby脚架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三思一下 其实买这个脚架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有想过它确实使用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因为也有人反映过有这样一个通病 但是呢我总觉得或者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 我觉得可能别人使用的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这个产品既然这么好这么翘 它肯定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也可能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但是呢在我使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呢 而且频率特别短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频率 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一个质量问题 完全没有必要去购买这样一个产品 质量不推荐 不推荐 好了 今天呢 关于Jobby脚架的一个质量问题 不推荐的一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了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有帮助呢 请在下方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